曾文廷 凍算 文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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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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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高喊凍算 立委赵天霖特地从高雄北上 来到基隆火车站南站 为参加立委初选的市议员 郑文廷拜票助讲 市议员吴华嘉也前来力挺支持 祝福郑文廷能在立委初选中 获得好成绩 有机会进军国会扩大服务 高雄跟基隆都是港督 都是台湾很重要的港口 那我跟蔡世英委员呢 都是外交国防委员会资深的委员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建设城市跟守护台湾都很重要 那所以蔡世英委员 因为生涯规范的关系 这是不再参与竞选连任 我心目中我觉得最好的人选 就是郑文廷 郑律师 郑律师本身是一个 已经第二届的议员 他长期在做这个律师的服务 他本身有在地的连结 也有国际的视野 所以我会认为 如果要来接棒蔡世英委员的话 我们不应该让一个最先进的港督 去选择一个 只是在地方上进行 这个跑滩服务的 一个在地形 地方型的人物 我们要选择其实是一个 可以像蔡世英委员一样 可以上得了国际 接得了地气的这样的人才 这样的人才其实就是郑文廷律师 那他现在正在进行初选 我们真的很衷心的希望 所有的基隆的市民朋友 我们疼惜蔡世英 支持郑文廷可以接到民调电话 唯一支持郑文廷律师 让这样的好人才可以接棒蔡世英 进入国会 跟我一起继续携手 来建设我们的港督 我想选举没有 没辟薄 就是要请跑 那以我过去的 这一个在基隆市 服务的一个精神 除了请跑之外 我们还会加入许多人的一个协助 就像赵天宁委员他不远千里从高雄来帮我站台 来为我加持一样 我们还会有很多好朋友继续来为我加油打气 那我们也希望市民朋友能够继续来帮文廷加油打气 让文廷的专业能够走入立法院来为市民朋友来服务 不管是以前在王拓委员的办公室也好 还是在一直到现在在基隆市议会也好 他都非常的尽心尽力 那也非常照顾我们的后辈 所以呢我们一直以来呢 都非常的支持他有很多很多的理念 那这一次呢 他有这个决心要出来参选这个立委 那我们呢也非常的肯定 也非常的祝福 希望说呢 大家可以一起继续 不管在哪一个角色上 都可以为了基隆的未来 继续一起来打拼 一起来努力 那让我们的基隆 让我们的台湾的发展可以越来越好 郑文廷说很感谢立委赵天宁 和吴华家议员来为他加油打气 而基隆方面 民进党立委初选电话民调时间 在4月24号到4月30号期间 他也会把握时间 向基隆市民争取更多认同 以获得更好的成绩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